我家的六角口龙变成了鳄鱼 他有多羞猛 你们绝对猜不到 我想给六角口龙做一个放生计划 在放生之前 我先给他特训一下 以免放到野外会被饿死 用我的手指做一诱饵 在他的眼前来会晃悠 锻炼他的反应能力 他虽然是一个大进行眼 但是他能闻到我的手的气味 现在开始 我不让他咬到我的手指头 但是常在河边走 哎呀不吃鞋的 这次可给我咬疼了 他的嘴里不会有牙吧 给他拿点活物 让他自己抓去吧 这几个鹅子就是牙类外出来的 还有几个在上面的 他们可都是羊喇子变的 先拿出来一个 刚放到水里 他就扑了一下 他可能没找到合适的距离 慢慢的靠近 偷袭 那个鹅子就远傻了过去 再把这个鹅子放到他的正前方 他开始连续的出击 哎呦我去 他终于捕到了猎物 他两口就把他吞了 而且们 这个羊喇子的毛 不会把他的嘴拉了吧 咱用手势 他饿不饿了 怎么害偶的手 再给他吃一个扑了鹅子 那个鹅子还在山东的翅膀 当六角恐龙想咬他的时候 还用翅膀打他的嘴 啪啪的 那个六角恐龙被打脸之后 那个鹅子居然在随便 高兴的钻圈跳起了舞 最后那只鹅子好像游泪了 六角恐龙发现了猎物 想对鹅子偷袭 他又成功捕猎第二只 再给他最后一只 而且们真的把他放到野外 他到底能不能伤损呢